缺诊数每天万例起跳 不少医院都碰到孕妇感染个案 但新北一名孕妇却传出憾事 这一名怀孕28周的孕妇 4号持续高烧被送到亚东医院 医疗团队使用抗病毒药物跟安胎药治疗 但孕妇依旧高烧不退 而且免疫力不足 6号上午突然失去意识 由于腹中胎儿尚未足月 抢救后宣告不治 而孕妇一度到家户病房治疗 不幸也在7号过世 确诊孕妇抢救三天 最终跟宝宝双双宣告不治 亚东医院基于病患隐私 不愿透露是否为指挥中心 公布的中重症个案名单 但根据国外研究孕妇染疫后 中重症风险较高 一旦一个感染 在平常它或许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在怀孕期间 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这位孕妇只打了一剂疫苗 而且怀孕28周 尚不符合指挥中心住院标准 现行规定是36周以上才优先安排 虽然我们说非重症 尽量不要在医院占据量能 可是有的时候你也会碰上 你实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判断 尽量避免孕妇感染 那避免感染最好的方式 还是打疫苗 这样子不但是保护自己 也保护你的胎儿 是否收治标准要调整 还得由指挥中心评估 即便Omicron轻症为大宗 但孕妇染疫比一般人风险高 得更留意 只是母亲节前夕 国内出现首例确诊孕妇 跟婴儿不幸死亡的事件 家人心中留下一辈子的痛 TVB的新闻 张美如周旭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